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了解历史 比如说电影院 没错 那在这个国庆档上映的主旋律电影呢 据说是特别的受欢迎 尤其是长津湖 票房啊已经突破了18亿大关了 而且啊已经打破了超过10项的影史记录 刷新了国庆档单日票房记录 有这么活泼吗 咱们眼见为时 在看什么电影 长津湖 看那个长津湖 就是这个长津湖吧 长津湖 在今年的国庆档电影中 电影长津湖可为口碑和票房起飞 上映首日票房破两亿 上映第五天票房超17亿 值得注意的是 有很多平时不常看电影的老年人 也走进了电影院 你看会起票 大家看什么电影 我刚进去 在家庭里面是这样的 好吗 好了好了 谢谢 不大经常来看电影是吧 不大看 看长津湖 对 为什么选择来看这个电影 看回忆回忆吧 回忆回忆 带着父亲来看 是 为什么就是带父亲来看 今天来看长津湖 这个电影吧 我感觉比较有意义吧 还有很多家长带着放假的孩子 来看长津湖 感受一下军人的气魄 让他以后生活中 更加坚强 让孩子接受一下外国教育 给他可谱一下这种战争片吧 外国情怀吧 让他们了解了解 让小孩了解了解 长津湖电影 以看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 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其实一年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巢作战 在极寒严酷环境下 东线作战部队凭着钢铁意志 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一路追击奋勇杀敌 扭转了战场态势 挫败了敌人 嚣张气焰 长津湖上映9月30日上映以来 我们共接待9000多位屋客 然后排了有效场次是78场 现在这个12点多 长津湖的场次 12点的这个场次 也是要接近满场的 几乎是场场满场 你这个点吃看电影 是不是这个中午饭就得超过了 没事 我们比较喜欢看电影 在1点多才能结束 对 最饿了 没事 早上吃饭了 长津湖全片时长185分钟 通过正面的战争场景 和侧面的人物刻画 向观众还原了那场惨烈的战役 影片后劲很大 散场后观众直呼催泪 就是觉得他们为了造福我们这一辈 付出了很多 就觉得他们挺厉害的 刚才看完电影 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么感受 哎呀 回忆期当时难买 实在太酷了 实在弄到这 我看您这眼神还是泛红的 为什么会流泪 我当过零 但是没 没有参加过战争 对 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样 排长 当牺牲的时候 想起了这个 一蒙山的歌曲 我就流泪了 我想也是在山路里面的骄傲 我们也从推出的 这个加数比万金的一个留言板 就是专门给顾客 看完这个长津湖之后呢 出来之后 有所感所悟 可以写在这个签名板上 在这拿了笔之后 就直接都过来写了 我手机里还有一些 同影视行业的几个朋友 然后他们留了一些 散场之后 顾客一些反应的照片